在立委陳婷菲的陪同下 蔡世英搭上吉卜車 貿宇進行掃街拜票 尋求選民支持 掃街棒基隆 延續關榮 陳婷菲大戰基隆八年來 在市長李又昌的執政下 大幅的進步 呼籲選民一定要讓蔡世英 接棒基隆 其實我今天還有一個很大的責任 什麼責任 我就是要把 我們在台南 其實很多我們基隆的女兒 嫁到台南 還有很多我們的科技人才 因為工作的因素 必須離鄉背井到台南 所以在這段時間 他們都很擔心 他們擔心基隆再次停頓 因為如果11月26號 我們沒有把票投對人 真的基隆會停頓 他們都跟我說 哇 這八年 這八年 他只要回到基隆 只要有一點點的時間 他就認不得基隆了 因為基隆改變得太快 他覺得又昌實在太厲害了 他是魔法師嗎 怎麼可以把過去又老又舊 大家認為那種死的印象的基隆 可以完全蛻變 我在擔任市長八年的時間 我們民進黨立法院黨團 非常挺基隆 每一次呢 開會或者是視察 你看是黨團來基隆 所以這是適應委員跟我們黨團的所有的成員 大家感情都非常好 所以我相信未來適應擔任基隆市長 不只是市政府的團隊而已 未來這個立法院的黨團也會全力的來支持 基隆市的一個市政 選戰進入最後關鍵 蔡世英在市長林宥昌的陪同下 召開記者會 宣布上任後 將加速推動 振興基隆經濟發展的三支劍 所以這一次是因為未來推動 經濟發展三支劍 我也留在在選前的最後幾天 特別在提出來 就是因為我相信 這個是對基隆市民未來最重要的事情 選市長 就是希望能夠幫忙大家 解決經濟跟就業的問題 下一個階段 基隆市經濟跟就業問題 在於建築法規的相關的協調配合 都市計畫的變更 這些是蔡世英的專業 讓專業的來 讓專業的蔡世英 帶領基隆繼續往前進 那大家要了解一點 基隆不是指下市 大家會拿台北跟基隆比 但基隆真的沒有台北的資源 跟這個相關的一個財政 所以基隆市在做任何的一個市政 都比指下市比台北困難兩倍以上 那大家如果還記得八年前 我在上任之前 有一個很重要的政見 叫做騰龍換鳥 騰龍換鳥什麼意思 就是把不適合不合十一的都市的 土地利用的方式 然後利用整體的一個規劃 然後透過都市計畫的一個程序 然後把原本不合十一的班總 把新的量能把它帶進來 否則你是完全不可能有投資的一個機會 也不會有任何的商願意進來到基隆 這個其實就是過去八年來 我們務實處理整個基隆市 城市的一個載照跟轉型 很重要的一點 那這個絕對不是一觸可擊 也不是一句話說 我要這個幹什麼幹什麼 然後它會成一陣 不會的 所以這八年來 這個我們完成了 剛剛在講北武土國際研發新政的一個規劃跟設計 那土地還有交通的一個配套 在日前會報告過已經在進行 另外呢 C456號會展旅行智慧大樓 現在已經是一塊平地 那接下來等的就是招商 那旁邊的配套也已經在這八年間完成了 包括我們即將完工的成績轉移站 國門廣場 以及我們西岸的郵輪的旅客大樓 這個都已經配套完成了 那接下來就是招商引資 那在10月份的時候 這個港公司有開過招商的說明會 來了30多組的投資的企業 那所以金融現在的投資跟招商 是現在進行式 不是未來式 選前之夜 蔡市印發起了11月25號晚間18時18分 請基隆市民站出來 手牽手護基隆一起挺18歲公民權 我們要呼籲所有基隆市民 我們過去這幾年看到基隆的城市跟改變 讓基隆成為一個充滿希望 充滿往前發展的一個城市 大家出來守護我們的家園 大家出來肯定基隆的進步 所以我們才會有一個手牽手護基隆 手牽手影像光榮這個最主要的訴求 那這一次的活動的內容 活動的區域在我們的市中心區 歡迎各位市民好朋友 大家一起來參加 手牽手護基隆 那我想先說的是 這個跟我們過去許多傳統的政治人物 辦最後的掃街遊行是不一樣的 因為我們覺得傳統的掃街遊行 在那個時間點 因為剛好是下班時間 我們那麼會影響到市民的下班時間 所以我們用另外一個新的方式 讓大家都站出來 讓所有的市民都看到 有這麼多的基隆市民好朋友 站出來 肯定宥昌市長過去八年的執政 也願意來支持蔡思穎 讓基隆繼續往前走 讓基隆繼續進步 記者黃少民基隆報導